Toyz 先前参与拳上对打中陪生 最后虽然输给对方 但当时他人霸气宣布邀请大家喝自己创立的饮料店 十九茶五里的重陪生乳红茶 引人注意的是该饮料品牌位于西湖的首创店 因为店面的招牌外推 被台北市营建处要求进行改善 对此Toyz与幕后团队则协议要将招牌拆除 不料却导致整体外观看起来相当凄凉 后续团队协议要移到适合的新店面 而官方社群先前已经发出千辛子的贴文 也在贴文中写下重新营业的时间17日 消息一出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